那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好了 反正还没有走的 我们简报里面有一个是那个分享 这个我们没有提到 我看一下在哪里 我记得有一页有提到分享分享 就是他的分享有分两种 没有提到我就直接从这边 这里 你若要分享在右上角这边 因为我们讲过Notion可以当网页 那他分享有两种 一种就是纯粹分享 就是我去邀请别人或者是CopyLink 有没有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就是Publish 那这种方式就是真的变成是网页 所以有没有每个人都可以看 而且可以复制 还可以Remix 那如果我用这一种 那你就可以直接复制 如果用这一种 就是你单纯可以看 可是你不能把我拿去 像有的人分享那个叫做什么 范本 对不对 他就是用这一种 好 那我就用这一种的分享 那你看这个连结会不会过期 然后我们不是说你要有一个那个Notion的那个网址 Domain 后面这个就是你这个页面的网址 只是前面这一段 就是你在帐号里面那边所设定的网易名称 如果你没有设定前面又会很长 或者是很不好记 然后再来你看 云不允许被编辑 能不能加注解 还有一个 有没有 能不能被当成范本 所以如果你分享的时候你不要被当成范本 那我就把这个关掉 还有要不要被搜寻群搜寻 那我记得这个反正是付费的功能 现在可以了 因为我印象中以前打开这个好像不行 好 那没关系 反正有了 那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现在呢 我就把它贴到我们这边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完成的 不过因为我里面还有其他的页面 所以你可以试看看 如果你在看的话 里面的其他页面应该会看不到 因此我必须要把其他的页面也打开 好 你看这样进来了 对不对 知识库这里有了 那我点这个页面点进去 有 可以可以 那就好 好吧 如果没有问题 这样 这个内容 有 看得到 这样就OK了 好 参考看看 因为 有 我有发现 其实有一些人 他就是用Notion来当做 就是他 分享心得 或者一些资料的工具 然后他就去贴在 比如说Facebook IG上 这样也很好 OK 我会给你 我会想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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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想念